一個台式購得 第一個考驗就是要我去專訪 剛剛過世的Sacher 這麼長 對 所以他到台灣來 那還不只是英文 那還是英國式的英文啊 他也是在 台灣唯一的一次電視專訪 就是那一次 我有榮幸的一個機會就是 那是多長的專訪 40分鐘 你有很想推掉這個工作嗎 沒有 我非常樂意去做這個任務 你說你進新聞部之後 被指派的第一個專訪 比較大的一個專訪 是訪問財奇爾夫人 我覺得這樣應該要辭職啊 不會嘛 就是 就是一個 醫生都會 醫生都會 可以接嗎 就很緊張耶 要是我是不會接的 就是英國的首相 對 他到台灣來訪問 第一次訪問 然後你一對一的訪問他 一對一的電視訪問 對 那他回答什麼 你都要聽得懂耶 他講英國口音 然後講減稅 講他的政黨這些 他在來之前 我看了很多段 他的訪問的影片 他的講話 他比較好去熟悉他的發音 口音 可是他有規定 你只能問哪些問題嗎 的確 我們只能擬出問題 但是我只有三個問題可以 靈機應變 只有三個問題 所以他都是要照那個來問 他很重視這個 那你有在家 一直練習那幾題嗎 有 我真的有練 我繼續練出 但要訪問當時的時候 你必須 就訪問那天 我從早開始他就一直講英文 就跟我朋友就用英文 盡量用英文 就讓那個口心去順 然後你就可以... 所以你口心一定知道 留下來的 沒有 那個口心... 然後你再也回不來 沒過度了 但現在還沒忘掉 有可能 可是講真的會顫抖吧 會緊張到顫抖嗎 我覺得好處就是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只要鏡頭前面 我大概那個緊張感 能夠掩飾住 至少他沒感覺出來 周圍的人沒有感覺出來 那我就不緊張了 所以你一進入新聞圈 就不怕... 就不怕大人物 應該不會太怕 因為... 就講嘛 你就講出來什麼關係吧 他聽得懂 我們就能溝通了嘛 所以萬一你問完一個問題 然後他側耳說 就是麻煩你再說一遍的時候 這樣不會立刻換到 我相信他有那個智慧 去猜測我在講什麼話 可是眼嘴型很難猜啊 無唇無人吧 無唇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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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話 一直在問琴淚的問題 他的風度非常棒 他跟我印象最深刻 其實一來之後他先坐定 他自己跑到攝影機後面 去看那個 他在鏡頭上的位置是什麼樣 他非常重視這一點 然後鏡頭會 Zooming到他什麼樣的位置 然後他的側面還是正面 鏡頭 他每個鏡頭看完之後 他才坐下來 那你需要先跟他行李什麼的嗎 訪問之前 他看起來我都站立的 行李 女王行李就算 你跟手上要什麼行李 也要半吞吧 應該要表現出 非常真心他的樣子吧 應該只能夠鞠躬握手 我鞠躬握手 對 他非常的...風度非常棒 像你接到這麼可怕的工作 你前一天... 你前一天在家裡面 會不會就是... 就是很實在 新聞界應該沒有 出這麼可怕的工作 應該令人興奮的工作吧 我不會不會... 今天晚上在家吃晚飯用英文 不會... 你不會有那種慌張嗎 想說完蛋完蛋 明天就要來了 不會 你反而期待趕快結束掉 你們都敢訪問才切爾夫人 持主播不用講了 因為你反正英文很... 都沒有問題 你們都願意接這個工作 你會把它當成榮耀來接嗎 當然啊 而且死都要 死都要 我死都不接 如果是貝克漢 你應該會願意接吧 貝克漢我可以接 你這樣就很過分 然後才切爾夫人 就不接貝克要接 貝克漢你可以開他玩笑 捏他什麼的 可是才切爾夫人怎麼鬧啊 你也不是說 你會嫁走 可是你會不會想說 喝點酒 放鬆一下 不會... 我想那時候 你全身灌注的時候 所以你跟他合作的時候 你沒有親自跟他同一個辦公室 沒有 這個是一個很... 就是... 怎麼講呢 一個失誤的機會 因為本來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你... 最想的就是... 失誤了一個機會 你也可以執意耶 當然... 厲害喔 下一集就表演你看CNN 然後執... 對 因為我努力了讓自己變成端歌 喜歡在模仿李四段 就模仿沈玉琳的眼睛插在哪 是... 李四段丹歌的話 他就是眼睛是... 兩眼是一樣大 可是你有說左眼會... 那是本身大小眼 是 但是沈玉琳的時候 他也左眼會比較小 所以變回李四段呢 是 那李四段是... 是 因為他模仿李四段 他左眼眼的時候也會 稍微有點密一下 是... 喪屍李四段 喪屍 喪屍李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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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你說你沒想出的 喪屍李四段 對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台誓是新聞王國 我... 那... 在美國念書了以後 第一志願就是 回來以後要考台視新聞部 而且還跟這個 在新聞部的好朋友 就想說 能不能想辦法就是 跟這個四段哥 就是打個招呼一下 或者是 如果要考試的話 能不能先告訴我一下 或者是 考題會不會是什麼 能夠先講一下 那太好了 不過後來就是 沒有這個機會 沒有去考 沒有去 給他一份錯的題目 所以你沒有面試過他 沒有...他沒有來考吧 沒有... 因為後來就 一人際會就留在美國 是我們喪失了這麼一個機會 所以那這三個女生的話 你如果在面試之前 只看這三個人的外表 你作為新聞主播 你會先給誰機會啊 都一起給啊 只能選一個 為什麼要只能選一個 因為你只有一個位子啊 我還是會爭取三個都要 三個都要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你作為新聞部門的主管 你就是有這個職責 你去挑選最好的女生 那你會約誰去吃飯 九尾 對 千惠 你說 你小時候看到他播新聞 然後就說我要做跟他一樣的事情 對 這太傳奇了 小時候小孩子怎麼會想要 做那件事情 一開始是被他的名字吸引的 我就跟我媽媽說 他的名字好奇怪 對 為什麼會取這個名字 那時候四年級 然後後來就覺得很威啊 就在鏡頭前播新聞啊 然後...對啊 咬字清晰什麼的 然後我就... 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說我想要當主播 可是當然不知道主播是什麼 那接著後來我上國中 高中 我就想當記者 所以我就一路就是處心積慮的 我就是要念新聞系 然後處心積慮的 我就是要進新聞圈 可是妳之前有看過他本人嗎 從來沒有 我一直到了我大一還是大二的時候 我們要做作業 那我們就是要訪問線上的主播 那時候當然鎖定就是三台嘛 那我當然說訪問我到偶像四端閣 我親自打電話到台式新聞部 電話轉了轉 就是他親自接 我還嚇了一大跳 還親過來 他怎麼會親自接電話 轉到他那兒 然後我就說請問你是李四端嗎 他說我是 然後我就說可不可以 我們有一個專訪怎麼樣怎麼樣 他是拒絕了 因為你是跟我說 你很忙那個時候 可是我好開心喔 我講到黃 真的耶 你是作業什麼 我們現在不作業 當時是不是太多學生要求要訪問 我不知道 也許我回答的風度不好 或是我那天忙一點或是我 可以直接打到電話新聞部去 會是你接喔 轉啊 轉到他那兒 少女說不是應該有人幫你擋掉嗎 可能我的人緣也不太好了 你後來開始當主持人的時候 像你接這個 那個跟爸爸媽媽和小朋友 聊天的這個節目 你在接那個節目之前 我們吃飯的時候 你其實有跟我聊過說 你有點不知道 要跟你小孩講什麼事情 你當時做父親是感覺自己... 我跟妳吃飯還講了幾個別的事嗎 很多 有些我不會講 他吃過我多吃飯是不是 他有時候會在飯後趕來 他就有很多突然的那一種 然後來的時候就已經那個... 猛了嗎 怕猛了還滿好笑的 也沒差 只是眼睛更迷茫是不是 他會那個... 妳跟他去過幾次 好像只有一次 然後那時候看到他的時候 也是有一點微醺 可是還是很有風度 只是眼睛就有一點迷茫 我怎麼老是微醺給妳吃飯 他微醺來之後呢 就會繼續喝嘛 對 所以他有一次就是 終於到那個...一個境界 所以他就在客廳那個角落的地毯上就... 尿尿嗎 不是 就...盤起來睡覺 很可愛啊 像個孩子這樣 可是繼續跟我們聊天 睡覺還可以聊天嗎 對 就躺在那邊跟我們講話這樣 然後聊的內容是可怕的嗎 就是他一貫的... 就是喝醉以後沒有邏輯的那種 反覆講話 就... 就像子宮裡的胎兒那樣子窩在那裡 對... 對...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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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我們就會說 四端... 是... 你小孩呢 小孩...小孩在...在房間裡 那你最近跟他們數得還好嗎 其實... 有時候真的有跟他聊什麼 你跟女孩子聊什麼 你愛...你愛你老婆嗎 愛愛 非常...非常愛 你人生中應該第一次 躺在這場模仿吧 不是... 確實是一個很高的一個境界 所以... 是帶你記得這件事嗎 你躺在地上 但... 今天這一幕我會永遠記得 為什麼呢 我真的不記得 我躺在那裡 我真的不記得 對不起 對不起 沒關係 你常常講